在这个时间一讲修行 大家也认为是苦修行 苦修行就是没有修行 修行不能是苦的事情 修行怎么能苦呢 说世间造业受苦 这是佛讲的苦极灭道 为什么这个苦啊 是因为极 极是什么 烦恼造业 苦极灭道 没有说修行是苦 修行是苦谁修行啊 不要苦修行 乐修行 如果还在苦修行 说明修行根本就没上路子 那我们念阿弥陀佛 顺着这个阿弥陀佛 六字名号这种法性的功德 法性的功德 你就是有快乐 有法喜 那么佛陀出师的目的 就是拔苦于乐 结果你搞苦修行 你不是跟佛对着干吗 佛陀佛什么时候 叫你苦修行呢 这个菩萨 你看释迦牟尼佛 他被戈利王割接身体 他当时他都是不如苦的 他都非常欢喜 法乐的 因为无神法人菩萨 如果我这愿望不需 我要平复如故 他那个时候 有大不轻轻的快乐说 哎呀好了 我终于有机会可以 那个不失生命了 无神法人 安住于无神境界当中 终于有机会 可以为众生服务 终于可以有机会 众生赴汤蹈火 可以隔骨为阴 舍身四虎 为众生流血流汗 血像大海那么多 如果他不感到快乐 他能流血 流大海那么多的血吗 他非常高兴 非常法喜 精进勇猛 这精进力 那菩萨六度万恨 他没有快乐 他能够坚持 那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修行就是快乐 你修行 你真正的修行 一定是快乐的 而且一定是清净的 这不是染物之乐 它是清净的 不如说我们搞吃搞喝 说修行是快乐的 我喝酒就修行 那就是只有 我们激功和尚是这样的 你还不行 对不对 你染物的不行 所以我就说 在此间修行 你觉得苦 说明还没踏上 正修行路 没有还没走上正路 你还在摸索 摸索的过程 是一个苦恼的过程 真正走上正修行路了 一定是快乐的 又发喜之乐